韩国瑜强调过程公开透明,反驳牺牲主权换订单,图记者无意境涉记者庄志胜,送和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出访深圳,并于25日下午会晤国台办主任刘洁一,会后举办记者会,大方宣布此行成果共签下新台币44亿元订单,还强调整段拼经济的过程公开透明,驳斥外界批评牺牲主权换利益。 对此,K律师林志群则相当不以为然,在脸书上PO文烹含真正可耻的,不是卖主权,而是连生意都不会做,卖一个烂价钱。 林志群文章开头直指韩国瑜真的很公开透明,用认同一国两制换的麻。 林志群认为,中国所提出的九二共识,新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义,就是一国两制,你韩国瑜跟习近平管的国台办说支持九二共识,没讲一中各表,没讲中华民国,那你所谓的支持九二共识,就是对方主张的一国两制,不是吗? 如果不是支持一国两制,你去拜会主管一国两制的香港,澳门中联办干什么?政治零分,经济一百分。 林志群拿出韩国瑜选前口号打脸,表示现在韩所签下的44亿元订单是用政治认同一国两制换来的。 如果没有政治表态,人家会给你这个订单,怎么看,都是政治一百分。 另一方面,针对韩国瑜签下的44亿元订单,林志群则表示这笔订单是MOU梅莫伦达姆奥夫德斯坦丁。 备忘录,有做生意的都知道,MOU是没有什么法律拘束力的,因为这种文件基本上只是双方有一个共识,至于合约细节,甚至违约金,都不会写,一个没有彭尔蒂罚款的文件,有什么拘束力呢? 韩总说大家发大财,我看,是中国发大财。 林志群指出,台湾是一个年度GDP总量5700亿美金的经济体,但中国却只用1.5亿美金施以小会,就可以换取一个直辖市长讲出认同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的话,台湾还一堆人高潮,觉得赚到了。 如果以高雄市水准发给每个县市,台湾20个县市用30亿美金,就可以让他们俯首称臣,自己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,你什么比这更划算的,中国每年军事预算2350亿美金,花一个零头,就把台湾买下来,多划算,真正可耻的,不是卖主权,而是连生意都不会做,卖一个烂价钱。